下午5點多 儘管接近傍晚 天還是亮的 但這台白色轎車就這樣 大喇喇停在路中央 接送這名脫行李箱的女子 真的太誇張 機車騎士會這麼生氣 不是沒有原因 儘管汽車整齊停在格子裡 但他停的是待轉格 機車根本沒有地方能等紅燈 他氣得PO網控訴 騎士寫下 駕駛把汽車停好後熄火 等到女伴把行李箱搬進貨車廂後 才緩緩發動引擎離開 這之間已經過了好幾個紅綠燈 但其實附近民眾早已見怪不怪 像每天都這樣都這樣停 媽媽先也是這樣停 是這樣子 因為這裡就是 人都在這裡坐車 這裡是台中市太原火車站底下 時常就有民眾接送 貪圖方便 而事發當下 屬於下班的尖峰時段 把車直接停放 更是嚴重影響到機車主的權益 無獨幽偶 南投埔里也發生轎車停在機車帶轉隔的情況 但這次他是逼不得已的 幫到廠發現是蓋車機械故障停在路邊等待救援 不停帶轉區的情況多到數不清 萬一停錯被舉發 就得吃下900元的罰單 汽車駕駛停車前 最好睜大眼睛 別跟自己的荷包過不去 記者許鈺文曾偉翔 張志凱 台中南投報導